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小朋友问的题目 他有提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我就另外拿出来讲 这是出现在第三册一之一的题型里面 第三册一之一的题目是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主要是在讲三个公式 一个是和平方 一个是叉平方 再来一个是平方叉 这三个公式的 所有的题型都是在这三个公式里面做变换 那么大家把握住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说 你往十的倍数去做 往十的倍数 好比说这一题 这个是95 这是05 95加05是不是刚好是100 那么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是不是就是795再加上805的刮虎平方 这个95加05是100 100再加上这个700 800所以总共是700 800 1500 1600 这里就会是1600的平方 凑十法 我当时在教的时候 你往十的倍数去想 那么以这里来看 谁靠近十 你会说这个地方靠近十啊 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更靠近十些 为什么这里不把它写成2000减1呢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3998 我们就利用这个和平方的部分 这个3998它是2乘以1999 我们来做这一题 往十的倍数去想 另外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用如果说10的倍数不行的话 你就要用代入法 代入法 代入法有一种题目是什么呢 是说它会跟你讲说 a加b等于5 a乘b等于6 问你a平方加b平方等于多少 这个就用代入法 重点就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怎么做 这一题 我们利用 x的平方 加上2xy 再加上y的平方 会等于x加y的瓜糊平方 1999的平方 再加上两倍的1999 再加上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1999加上什么东西的平方 这里是不是要乘以1才会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乘以1 这里给他一个1 就会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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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圆是1999的平方加上3998就会等于2000的平方 这个地方等于2000再减1 为什么减1 因为把这个加1移到这个地方就会是减1 这里呢 就会是等于2的平方是4 这里平方是6个0 6个0 然后再减1 就会等于39 好 这就会是答案 你把它想成说 你是利用和平方 来去算这个算式 利用和平方 把它算出来之后 把这里面多加的1 把它减掉就OK了 算完了 拜拜